各位媒體的先生女士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歡迎各位今天來參加總統府的記者會 那麼在開始之前有三點原則先跟各位宣布 第一個記者會會以五十分鐘為原則 那是實際的情況酌情增加 第二個因為參加的人數眾多 請各位以一個題目 發問的時候以一個題目為原則 如果發問第二個題目的時候呢 我會適度的制止 那麼請各位以這一次新加坡的馬錫會 作為主題 那第三個等一下發問的時候呢 請各位能夠先說明所屬的媒體以及姓名 那麼今天陪總統來召開記者會的 還有六位一同參加馬錫會的團員 那我現在就正式宣布記者會開始 首先我們請馬總統致辭 總統府真秘書長 國安會高秘書長 陸委會下主委 國安會邱之委 總統府肖副秘書長 陸委會吳副主委 在場的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從我出訪新加坡回來到現在 已經六天了 我在行前記者會的時候 曾經公開的承諾 反國後只要立法院邀請 我非常願意呢 到立法院說明這次馬錫會的成果 很遺憾的是今天早上呢 因為大野黨的反對 我暫時沒有辦法到立法院 去做國情報告 向立委員說明 不過我身為民選的總統 我仍然有義務 向國人說明這次馬錫會的成果 因此我特別舉行這個記者會 來向各位報告 首先要說明馬錫會的目標 整體來講 原來我們設定馬錫會的目標呢 可以說大致上都達成了 我們分成國內兩岸跟國際三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呢我們希望在國內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監督過程 第二在兩岸之間建立領導人 對等尊嚴的互動模式 第三以零意外 surprise free 鞏固與美方高層互信 兩岸共同向全世界傳遞和平的訊息 獲得了美露台三贏的結果 這些都是對台灣 台灣非常有幫助的發展 可以說馬錫會達成了兩項 達成了四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意義 第一 這是兩岸領導人 隔海分治66年來第一次的會談 讓全世界都知道 海峡兩岸領導人已經建立了 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爭端的機制 這個對國際社會是一個極為正面的示範 第二 這是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 23年來 兩岸領導人同時為九二共識背書 確認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的關鍵的政治基礎 我在正式會談中也向習先生說明 九二共識的內容 海峡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其含義可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 這就是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 我方表示內容完全不涉及 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或者是台灣獨立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 這樣的定位非常明確 而且也獲得了台灣多數民意的共識 第三 馬熙會為兩岸搭建了一座跨海大橋 讓兩岸雙方藉此建立領導人 對等尊嚴的見面會談的新模式 這次是跨出第一步 讓未來的領導人可以遵循比照 第四 這是我方第一次能夠在大陸領導人面前 正式提出大陸對台灣軍事部署的 相關問題 還有國際空間的問題 並要求大陸對此採取 具體的善意的行動 政府也會密切關注大陸後續的做法 希望大陸能正視台灣民眾 對於安全跟尊嚴的關切 再來我們想談談 國際跟國內的反應 根據外交部統計 到今天中午為止 國際媒體報導 馬熙會相關的新聞 已經累計將近一千篇 世界各國的政府 都表示肯定支持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John Kirby說 歡迎兩岸領導人會晤 日本內閣官方長官 菅義偉說 日本方面期待兩岸直接對話 和平解決問題 歐盟則發表聲明指出 馬熙會令人鼓舞 展現兩岸和解過程中所建立的互信 其他包括新加坡 德國 俄國 比利時 韓國等歐亞重要國家政府 都發表聲明 或透過發言人表示 對馬熙會高度肯定 前兩天 東協國家的印尼 甚至主動表示 是願意擔任 1.6% 對馬熙會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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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對馬熙會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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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馬熙會 對馬熙會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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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ent人發言全部逐字稿 都公佈了 這種三次記者會 兩次說明會 公開透明的程度 這幾天 meusечcerTA ",連美國訪問中華民國的 聯邦眾議員 resigned 外交委員會 亚太小组主席 邵建龙 Matt Salmon 众议员都肯定了说 我是以不可思议的 透明公开 它是incredible transparency 方式与全球媒体 及国内对话 是非常负责任的领导人 第四点 有关这个国情报告 马其会的消息曝光的时候 民进党众口一词 批评是黑箱 是伤害台湾民主 要求我立刻到立法院说明 蔡英文主席也强调 马其会必须是国家需要 人民支持跟国会监督 国际媒体评价 跟国内民调显示 两岸领导人 确实有需要会面 目的是确保两岸关系 能够继续的和平发展 同时就民众的支持方面 超过六成的民众 认为马其会有利于 两岸的关系 实际上在先前的 陆委会的调查里面 比较还比现在更高 那么他们也愿意支持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两岸关系 所以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国会监督 其实我在十月五号 在此地公开的承诺 反国之后 我愿意遵循宪宪政体制 如果立法院邀请 我愿意去做国情报告 这不是我的权利 而是我愿意被动地接受 那么我的考虑是什么呢 第一个尊重国会 尊重台湾民主的价值 我是民选的总统 立法院是民选的民意代表 虽然我不对立法院负责 这是现场的设计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我应该让国会了解 整个的状况 以建立了中华民国总统 到立法院 做国情报告的宪政惯例 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讲 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所有支持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人 都应该在这个时候 让我去做国情报告 这不是为了我个人 或者我的政党 而是为中华民国建立一个 可大可久的宪政体制 所以看到在野党反对的理由 我感到非常不了解 我们觉得实在不应该 为了一党之私 放弃监督的责任 这实在是令人很失望 我再次要强调 我们希望我们立法院尽快的能够改变心意 让我前往报告马席会 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民国建立一个重要的宪政惯例 因为总统尊重国会 尊重民主 尊重人民的宪政传统 这应该是任何中华民国总统都必须要做到的 未来 未来 只要立法院改变心意 我随时准备好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总统 那我们先用英文来说明一下今天的文章 第二点 请您和您的名字和媒体 和媒体 和媒体 前往请您的问题 谢谢 好 那我这边就宣布记者会 现在请各位可以开始提问 第一位 东森新闻 黄伟汉 请问总统 如果立法院邀请您的话 您在立法院的报告 会不会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就是跟立院报告 跟国人报告的内容 您刚刚所提到 您在新加坡的闭门会晤的部分 现场包含您在那里的其他 像你们七位官员 应该都有听到 夏主委所公布的那一段全文 就是你有在闭门之后的 会晤内容当中 明确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法 一中各表跟隔海分治 那公布的文稿也有 可是现在在野党还是不相信 您要怎么样来让古人相信 您确实在习近平主席面前 讲了这些话 谢谢 我们在十月九号之前 当我们把会场的录音 逐字稿拿出来 我们立刻就上网公布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 许多外交官听了都吓一跳 哪里这种事情呢 这种会谈的讲的话怎么可以公布 但是我们认为 要这样的方式来取信于大家 我们讲了什么 我们没讲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去的时候 最早的规划呢 是在开场白的时候就说 但是开场白的时间比较短 同时呢 双方觉得在那个场合啊 对于有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呢 我们都放到正式会谈来说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 我们就照这个来处理 非常重要的呢 是我的开场 习先生讲了四分钟 我讲了七分钟 讲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开始在赶人了 你们大概都记得啊 把媒体呢请出到外面去 那我当时就接着讲 正式会议我要说的话 其实第一点呢 就是九二共识 所以在记者们走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讲了 有些人告诉我 他们都听到我在讲这个了 他们都听到了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走出去嘛 那我当时讲的就非常清楚 这是最完整的版本 1992年8月1号 我国国家统一委会 全体委员会议通过 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 内容是海峡两岸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双方所赋予的含义 有所不同 两岸在1992年11月 达成的九二共识 内容是海峡两岸均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其含义可以口头声明的方式 各自表达 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我方表示内容完全不涉及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或台湾独立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 所不允许的 这样的定位非常明确 也获得台湾多数民众的共识 各位看看 我提到了中华民国 提到了宪法 甚至于在前面还讲了国统会 国统会的决议 同时也讲 把一中各表 讲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正式会议当中 各位如果手上有这个文件的话 在第六页特别提到 我说习先生 中国近代史充满了太多的战乱纷扰 现在大陆震惊 实力崛起 请注意下面这一句 加上台湾民主发展与成就 民主我也提了 民主我也提了 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有史以来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在大陆领导人面前提到了 中华民国宪法 一中各表 民主成就 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一个说法 那么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讲这些 主要的就是大家所了解的 我们希望让他了解台湾的情况 更何况我们也提出 有关国际空间 还有大陆对台湾 军事部署的问题 我都讲了 谢谢 好 第二个问题 那个联合报杨湘君 总统您好 我是联合报记者杨湘君 刚才总统您提到很多 入委会民调的数字 其实在马锡会结束之后 联合报也做了一些民调 他其中两个数字 今天要请教总统看您的看法 第一个就是说 民众对于马锡会的后 有三神七的民众是满意的 可是也有三神四的民众是不满意的 显示这两个满意或不满意之间 还是蛮相对的 第二个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有做一个民调 就是说 如果说下任总统是蔡主席当选的话呢 那希望蔡主席去跟习近平见面的 那个比例是高达六成七 而且不管蓝或绿的民众 都有高度的一个 一个就希望 期许他们两个见面 那第一个 我为什么想要请教总统 对这两个数字的看法 是因为总统您曾经提过 就是说上了这个桥 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你也提过说 如果说不遵守 九二共识一种各表的这个政治基础的话 可能后果无法预期 既然因为民众现在已经对下一任总统 有这么高度的一个 可以说是期许也是压力 你们不知道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下一任总统讲的 谢谢 我对这个议题我其实都讲过很多次了 我推动马席会 而且把刚刚说的这些话都跟习先生说明了 目的就是我刚刚在开场白里面所说的 要建立两岸领导人一个互动的新模式 这个模式建立之后 两岸就有一个最高层次的平台来交换意见 这会使得双方在减少误解 达成一致意见的机会大为增加 因此你现在为民众 尤其大家看了马席会之后 当然会支持两个领导人会面 因为他们以前都没有想到过有这个可能 我们把这个新的可能创造出来了 下一个题目 中央社谢家珍 你好我是中央社记者谢家珍 不好意思 关于这一次马席会 国际媒体的都正面评价比较多 但是最近这一期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 他有针对这次的马席会 他认为说 这是历任大陆领导人对于主权议题 对台湾的最大让步 不晓得总统您怎么看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 谢谢 我昨天就看到了 这个经济学人的报道 他的原文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从1980年代大陆跟英国达成有关港澳的处理协议之后 这是他们对台湾所做的最大的一个有关关键议题 核心议题的让步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开会的形式 双方都不称对方的官衔 或者是正式的名称 他们很多国际人认为 这就是一个 在他们原先是没办法想象的 以他现在的 大陆现在的 在国际体系当中的 力量和身份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让步 然后呢 我们都是完全在平等的方式讨论问题 尊严 对等 所以在这张牌面 我们也感觉到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 也不是开完一次马习会就没了 希望以后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沟通 他们过去曾经承诺 一定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 这次基本上是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 Economist这个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下一个题目 自由时报 王玉珠 总统 自由时报 王玉珠 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总统 您的谈话全文答案全部公布了 可是对台湾民众来讲 还是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那就是一个中国 既然是台湾民众最大的疑虑 总统为什么要在自私一开始 就讲一个中国原则 对 就在您在自私跟习 对 在自私就 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讲 你刚才提到说 这个是那个 那总统在TVBS 接受TVBS专访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 一个中国是议题 不是前提 也不是结论 那总统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那可别请总统具体的阐述 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个框架 金箍咒 对台湾来讲 那它到底是什么 是 因为我们开始在开场白里面 所说的讲的是1992年的共识 1992年在香港为什么要聚会呢 就是因为大陆说请台湾方面 就这一个中国的原则来讨论 讨论的结果我们提出五个方案 他们也提出五个方案 结果没有一个方案有共识 双方在香港有一点点不欢而散 当然回到各自回家以后 海基会在11月3号 发传真也开记者会 又提出了三个方案 最后呢 11月16号 也就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后呢 大陆来函说 他们接受其中的一个 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但因为认知有不一样的 所以同意以口头声明的方式 各自表达 那对方认为充分 他说是接受与 怎么怎么 尊重 充分尊重与 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到了11月16号 我们认为双方有共识了 所以往后一两天呢 就有媒体把这个叫做 有人说是各说各话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这个名词不是我们取的 而是媒体取的 那天我在现场 也拿出简报给大家看 所以当时要讨论的是 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呢 对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的共识 就是我后面要讲的 我特别在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 这个部分等一下在会谈的时候 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也就是说我预告 我刚刚讲的只是开一个头 我真正要说的内容在后面 是这个意思 那我想玉中你是想问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呢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双方有一个默契 就是说在开场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放到后面的正式会谈来说 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长 开场的时候时间比较短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并没有说我们不敢拿 不敢讲或什么 我后来不都跟他讲了吗 而且我在讲了之后 还不到一个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我就开国际记者会 把这个全部讲出来了 所以在徐先生在那时候 我讲了 在国际记者会上 公开的时候我也讲了 应该是很清楚了 然后我后来还把 我发言的内容 逐字稿全部公布了 对不起 郁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等一下 问完之后 如果还要追问的话 我们第二波再来问 好不好 那我们第一波还有很多问题 这个 凤凰 黄家腾 总统您好 我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 总统您刚刚提到了 国际媒体或者是 世界各国对于 这次的马仕会 反映非常的正面 但我们小小媒体报导说 这一次朱主席 到了美国去访问 出发之前 您有跟他会谈一个多小时 那据说是因为 您希望他传话 有关于这个 新法会的内容的 谈话的内容 那能不能证实这件事情 那您要脱朱主席传话的内容 有些什么 其实不是传话了 而是说明我们 马仕会的过程 然后跟美方过去的一个约定 就是我刚刚讲了 零意外 surprise free 这为什么我们在 开会前好几天 就先告知美方 不要等到报纸出来 他才知道 这一点后来美方 也都表示感谢 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来 跟美方在这些议题上 可以说沟通非常好 他跟大陆 要会面要干嘛 他也会先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呢 事后也会告诉我们 那这次呢 我们有通知美方 我的了解大陆也有 所以实际上 我觉得 这是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 一个前奏 大家都愿意告知对方 彼此的想法 那再来处理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充分的时间来处理 所以美方一接到这个消息 他第一步的反应 基本上是肯定的 但是他说 你们开完会之后 他们会有更完整的发言 所以各位看到 美国国务院 很清楚地表明 他们很欢迎 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就为什么 今年五月的时候 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 叫做董云商 叫Susan Thornton 他就讲 现在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最好的时候 Best Ever 最好的时候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 台湾稳健地处理两岸关系 我们非常了解 美国总统欧巴马 多少次说明 他希望两岸 能够更扩大交流 更进一步地 找出双方的共识 所以他们鼓励我们这样做 所以我们在通知他们之前 我们知道 他们会赞成 我们是不是这一题 保留给外媒 因为外媒好像 都还没有举手发问 日本独卖新闻 向井 优子小姐 总统你好 我是日本独卖新闻的向井 我想要请问一下 感觉媒体报道 你跟徐先生谈到 仙格调游台的问题 仙格调游台的问题 所以你们两位 召唤什么样的意见 还是男孩的问题 怎么样的意见 召唤了 我们这次没有讨论 南海的争议 也没有讨论东海的问题 下一题 今日新闻 孙伟伦 总统好 今日新闻 孙伟伦 我想请问总统 怎么看待这次 马锡惠 对于 未来国民党选举的影响 那总统未来 有没有辅选的计划 谢谢 我不是选情专家了 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分析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跟习近平先生见面 一方面是 两岸关系发展了七年多 已经是66年来最稳定和平的状态 我非常非常希望 这样的状态能够延续 刚好三个候选人 都主张要维持现状 换句话说 我也是主张维持现状 更何况呢 这个现状是七年来 政府民间一起创造出来的 我当然希望它继续维持 如果能够维持的话 对大家都有好处 问题就是说 你要怎么维持 这点就是很大的关键 但是民众一定要了解 你像我们今天陆委会做的民调 问的都很细 比一般民调做的更细 而且他这个都是 做了很多次同样的题目 所以你可以前后比较 才知道说 到底民众怎么想的 像刚刚我有一个 没有讲的题目 就是你支持捅啊 读啊 还有维持现状啊 广义维持秀呢 这次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吧 大家诸位 我记得是高达百分之八十八 广义的啊 那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比数几乎没有什么 太大变化 好像刚刚讲的 觉得速度太快 太慢 还是刚刚好 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这个世界二十年来 那中间有改变的是什么 认为太快 或者太慢的 会有起伏 在陈水扁总统的时代 认为太慢的比较多 我们上任之后呢 认为太宽的比较多 但是最多数的 还是刚刚好的 好 下一题 法新社叶正达先生 总统您好 法新社叶正达 请教 总统您刚刚有提到 您在习近平的面前 有提到军事部署 还有国际空间的问题 您也不满意他的答案 是不是总统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国际组织 您说我们可以看它 后续的发展 是不是总统可以举一两个 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观察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说 OK 这是北京释出的善意 谢谢 好 关于国际空间的问题 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 习先生也同意就个案来处理 那我在里面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我们台湾的民间团体 NGO去参加国外 国际的民间团体的时候 遭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第一个 那有的呢 还不是那种组织对组织的 而是我们国人去参观联合国 拿我们的护照去换入场证 结果都被拒绝 我今天这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 怎么在这个领导人 对领导人的场合来说呢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就因为这么小 怎么都不能解决呢 我就特别强调 希望像这种事情 要赶快解决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就更大的了 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加入TPP 跨太平洋伙伴决定 或者要加入这个RCEP TPP不是大陆现在 自己都不是成员 但是我们认为必须要美国支持 成员同意 大陆人不要反对 对于RCEP的话 大陆的理想力就很大了 这两个中华民国一定要参加才行 因为两个合起来 在我们外貌呢 对外貌也差不多七成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将来会分别不同的类型呢 会继续跟他们沟通 各位千万要记住 这次马席会不是去谈判的 我们是提出我们关心的议题 希望它能够改善或者能够改变 然后我们将来继续这些议题 我开一个头 我们继续来协商 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下一题 苹果日报徐佩军 总统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 马席会已经开了三次记者会 然后一次接受TPPS的专访 那如果立法院还是 就不邀请您去报告的话 那我不知道您现在有计划 就是说像类似这样的全民报告 您要开几次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维持一个问题就好 再让我问一下 马席会 马席会你已经达到了 达到了您的那个 您的目标 那距离明年的520 就是您还有一段时间才卸任 那我想往前看一下 就是您在未来 除了马席会已经达成目标之外 你还有对国家大政 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构想或方向 谢谢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 马席会所达到的一些目标 有的是程序性的 比如说在国内公开透明 在两岸呢 尊严跟这个 我们有尊严的对等 这是国内两岸 国际的话呢 就是互信跟多营 这个是做到的 但是这都是程序 最重要的是实质的问题 我们关心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里面提到的 关于这个中转的问题啦 关于这个互设机构的问题啦 关于货帽的问题 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的军事部署的问题 跟国际空间的问题 这问题都很多 我们两岸互动了这七年 解决了很多问题 还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一步步的来 那我的目的呢 不是说开一次马席会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建立了一个高层沟通的管道 让大家可以从这个 可以top down的来处理这些问题 有时候会比较有效果 这是我们思考多年 是觉得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 需要为什么就在这里 下一题 明氏蔡孟玉 总统你好 我是明氏蔡孟玉 想请教你 总统你刚刚提到 有很多国外的媒体 其实对这次马席会都很正面的报道 那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其实也有一些媒体 他提出比较一些 比较严苛的所谓的批评 像是这个Time杂志的亚洲的总编辑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 他用的字典比较严苛 他说您是所谓的 Cyber或者是Loser 甚至是一个 Yesterday Man 他认为说 在这次的马席会当中 他看到的是这些 甚至他认为他建议你除了跟习近平真身握手之外 还可以做得更多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批评以及言论 您觉得您服气吗 还是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要告诉这位亚洲总编辑 那另外就是说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维持一个问题就好了 是延续性的 那就是同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的民调里面 虽然这个赞成的人大概都是超过一半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有一半的人对于这个马席会 是持比较怀疑的态度 那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你觉得你在这次的马席会上 你满意吗 你还会不会再加强什么部分 谢谢 好 我刚刚说现在国际媒体有报导的已经近千了 那有那么几篇有不同的意见呢 到底是可以说是极少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如果说有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评论人都支持我们 你觉得这个还叫做loser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事实上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这些国家还有人想争取主办权的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国际间看这个都很正面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原来台湾海峡 可以说是亚洲的一个冲突的热点 我们做了七年 大致上已经把这个温度降低了 可是现在两边的领导人出面 同时肯定这个做法 我觉得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会相信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会有相当长的时间 处于和平跟稳定的状态 各位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战争 王玉琦 主委到南京的那一次 是两岸 处理两岸事务的首长 第一次见面 护称官衔 远在英国的卫报 The Guardian 这社论就在讲说 看到这个消息 他们感到很好 看到东亚这么多问题 居然有这样的和平的方向 都很高兴 其实跟他们根本几乎没有关系 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说我常说 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没有赢家 就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把中华民国 在国际间所扮演的角色 塑造为和平的缔造者 就这个原因 所以你刚刚讲了 其实从绝大多数的 这个来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方向 那你刚刚讲了 国内当然是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大家 从我们一开始 有很多人批评我们 又是亲中卖台 到现在也许都还有人在讲 只是各位发现 如果这只是我们国内的看法 就表示我们大概 不太了解整个世界 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所谓的舆论 是他们自己的感觉 好 下一题 朝日新闻 叶雅婷 总统您好 我是日本朝日新闻叶雅婷 那总统您刚刚提到说 九二共识是一中个表 但是其实陆方 他并不承认所谓的个表 他们说九二共识 是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表明大陆跟台湾 是同属一个中国 那在马习会之后的 那个11月9号 陆委会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强调总统提了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的一中 当然是 指中华民国 然后与大陆所称的 一个中国原则完全不同 那么九二共识到底 哪里有共识呢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部分 可以说是共识吗 对 像您这样所谓 没有九二共识论 也出现了20年了 如果真的都没有的话 那两岸这些年来 怎么会打交道呢 今天那个 应该也是 是economist吧 讲到就是 说这是一个 agree to disagree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我们 跟双方达成了共识呢 胜利了 四天后 美国总统布希 跟大陆的领导人 胡锦涛通热线电话 而在这个电话里面呢 胡锦涛先生所讲的 让我相当的 相当的欣慰 他说他希望能够恢复 跟台湾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进行会谈 他说所谓九二共识呢 就是双方都承认 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他们的定义不同 他讲的这个话 我当时觉得 非常惊讶是什么呢 跟李登辉先生 在1992年8月1号 主持国统会的决议 几乎完全一样 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新华社 第二天发了消息之后 联合报头版头 我拿到报纸 我看了半天 我还真的有点不太敢相信 但是后来确认之后呢 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请当时的副总统当决人 肖安堂先生 带着我的口信 去跟胡锦涛先生讲 我们非常支持他这个说法 所以后来大家 这方面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争议了 因为你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台湾跟大陆 这个涉及到 是一个主权的问题 双方可能都有 不能让步的困难 但是呢 双方都愿意 暂时把它搁置 我们还有很多 非主权的问题 可以协商 可以缔结协议的 那不然我们怎么能够 签订23个协议呢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签订 就这个道理嘛 今天你想看 我们双方可以 共同打击犯罪 这个是不是要为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成 是哪一个中国 我们就停止呢 不必啊 诈骗犯在大陆 拿起电话来 骗台湾人的时候 你说不行 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不要去抓他 没有这种事情嘛 所以事情有轻重嘛 有缓急嘛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协商中间 那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我们当然有很多问题 跟他想法不一样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谈了 所以这为什么叫做 搁置争议 就这个地方啊 我们不要说别的 我们跟别的国家 签了约 有关领土 渔业的 也一样啊 很多问题就是搁置了嘛 下一个题目 旺报庆政先生 总统您好 旺旺中史媒体集团 旺报庆政发问 总统刚才有提到 就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见 这是进一步的 来建立两岸的 高层的政治互信 而其中 实质的问题的解决 是更重要的 请问总统 在明年520之前 您是否会安排进行 马锡二会 或者是马锡三会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规划 因为没有二话的规划 所以更没有三话的规划 下一个问题 明报何豪义先生 总统您好 明报何豪义 您一直不断提到的 这个九二共识 我们回头过来看 当时有一个叫做 国统会跟国统纲领 但是国统会跟国统纲领 他们在2006年 陈水扁总统已经宣布 终止适用 那民意是变动的 那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很多的民众来讲 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那目前也没有 国统会跟国统纲领 那这个适合的 这个适法性 您如何看 那消息会被取消了 您又怎么看 首先 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它是说是国统会 是有这样的一个决议 那这个决议是根据 中华民国宪法来的 换句话说 九二共识实际上是根据 中华民国宪法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 如果我在今年国庆的时候 不是也说吗 在场三个中的候选人 不管哪一位当选 他当选之后 都要在这个房子 这个厅里面 宣誓就职 宣誓就职后 他一定要说 它是依据 宪法第48条的文字 于仅以致诚 向全国人民宣誓 请记住下面这句话 于必遵守宪法 宪法是包括宪法本文 跟征修条文 征修条文明确地规定 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 并且授权行政机关 去定个法律 后来定的就叫做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 关系条例 在这个条例的第二条 明确地界定 什么叫做台湾地区 什么叫做大陆地区 那就表示说 现在中华民国 对于两岸的定位 是一个中华民国 两个地区 这个跟九二共识 可以说是若福和和解 完全是一个系统出来的 所以你说 郭董刚刚里没有了 我们是不是就失去依据了 没有啊 它的根源是宪法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 这个习先生讲 我们不可能去主张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 那些宪法不允许的 我后面有个地方 除了提到宪法 提到中华民国 提到一中各表之外 我还提到了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依据 是宪法征修条文 这也不是刻意地要去跟他讲 只是说你提到这个时候 我们习惯讲他的法源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非常的严谨 也很清楚 让他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次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感觉到真的不错 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题目就好了 下一个题目 中国时报唐小田 总统你好 中国时报唐小田 总统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那个马席会后 张志军有转述过说 习近平认为说 如果哪个政党愿意承认 九二共识就会开放 就会继续交流 那总统你们有没有讨论到说 如果某个政党不承认 九二共识说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 就是两岸会不会有 断绝交流的可能 这个问题当然很难预测 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我们都不是预言家 不过假如说 你可以观察一下 在2000年的时候 政党轮替了 当时也有人在问 新政府会不会接受 九二共识 各位应该都记得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啊 显然是有一些犹豫 没有确定要接受 所以那段 那八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些 参考的依据 就当没有九二共识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 但是我不能说 就一定会发生 不过 从那个时候开始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句 各位记得 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说过了 我自己观察 九二共识已经是23年了 我的观察是 它跟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 它是这个 第一个呢 相合则旺 相离则伤 相反则当 就是它如果 相合的话 两岸关系就很旺 这七年不就是这样吗 相离则伤 就是说如果有背离的话呢 双方的关系会受到影响 最后如果完全相反的话呢 那就会非常的动荡 下一题 疯传媒求配分 谢谢总统 疯传媒求配分 我们想知道 就是在马习会之后 当然国际社会都是 高度关注 而且瞩目 而且相关国家 包括美国日本 都有很多自己的解读 尤其是针对区域稳定 跟这个架构平衡方面的解读 那有部分的解读指出 就是说 他们会担心 台湾跟中国大陆 进行这次会面之后 台湾似乎在表面上面 接受了一个中国 这样子的原则 那么 我想问的是 因为接下来 萧前副总统 就要去出席一个 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出席的一个国际场合 那他虽然他没有要跟 习主席再次会谈 但是他会接触到许多国家的领袖 有没有嘱咐他 像这些国家 包括更高层次 比方说像过去也见过美国国务卿 见过日本的 有没有嘱咐他在这些场合 对他们解释 两岸的关系的现状 跟我们的两岸政策 并没有改变这一些 这一点 第一个 萧前副总统 他是领袖代表 他对这个议题 非常的熟悉 第二呢 你刚刚讲的几个国家 不管是日本 美国 或者是欧盟 我们通知他们的时候 都把这个状况 跟他们说明了 其实他们都非常了解 这个几个国家里面 跟我们关系最深的 当然是美国 他最担心 这个事情 会不会出现任何 两岸关系的变局 或者对美会不利 可是你刚刚 你就看到 他们这几个人的反应 非常清楚 他们非常非常欢迎 而支持 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两岸会更和平 但是呢 不会有他担心的任何事情 好 下一个题目 新加坡电视台 任百骏 Mr. President I'm Victoria Jan from Channel News Asia Your meeting with Mr. Xi has so far done little to shore up public support for the KMT according to recent presidential polls Does that make you worry? 请问总统 您这次马习会 似乎没有增加 对国民党的支持 你是否会关心 会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们原来 推动马习会的时候 倒没有考虑 某一个政党 主要是希望为台湾 能够创造一些新的可能 希望未来不论谁当总统 两岸关系都很和平顺畅 这是我的构想 那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把这一点 跟大陆都沟通 我们都希望说 未来的领导人 也能够注意到这个发展 能够把他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 把这些考虑在内 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场有很多外国的媒体 可能不了解一点 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不是大陆逼迫我们接受的 而是我们提出来大陆接受的 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它本身是一个中国原则 因为它制定的时候是1947年 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见证 所以当时只有可能一个中文 不可能有出现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当初提出来 是根据宪法来的 当然就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 是我们提出来大陆接受的 我在很多地方讲这个道理 我们提出来大陆接受 我们之所以提出来 因为这个对我们应该是有利的 我们不会提出一个 害我们没办法发展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宪法 它当然是个一中宪法 可是我们讲 我们的一中跟它的一中不一样 那这一点呢 大家都容许对方有不一样的空间 就像以前胡锦涛说的 我们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呢 我们的定义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传神 跟李总统当初做的决议完全一样 这个虽然时间已经第一阶段到 但是因为现场发文非常踊跃 所以我们酌情再增加一些时间 先以十分钟为原则 中天新闻蔡信芳 您认为说您为了两岸大界出一个跨海大桥 但是有些人不认同 所以蔡主席认为说您是匡限住了台湾的未来 您怎么回应 如果你记得蔡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 在CSIS做了一场演讲 他不是说吗 我会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来推动两岸关系 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并且是跟九二共识完全相合的 那时候不是就问吗 如果你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为什么不能接受九二共识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立法院的记录里面 蔡主席在2000年 就是89年的7月 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 当时提问题的是 现在国民党的陈超明 那个时候是五党级 就问他关于九二共识 他就说他事实上 当时是有承认九二共识 不过他的说法是 两岸呢 我们说一中各表 他是其实有点各表一中的样子 各位查查立法院的记录都可以知道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 他们并不是不熟悉 他们知道的 而且他们也知道 九二共识是从中华民国宪法来的 不但不违反宪法 而且还能够把宪法的精神放进去 因为我们自宪的时候 台湾跟大陆还没有分治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怎么处理呢 宪法的处理放肆 我刚刚讲 它就是一个中华民国 两个地区嘛 然后彼此之间互动 有些关系是比较像国际关系的 像贸易出入境 但是也有些关系的是 比较接近国内关系的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说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它是一个特别的关系 所以要特别立法来处理 那现在我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事实上是行得通的 而且这样做会使得大陆 不会找借口来对台湾 采取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行动 那为什么不做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现在设计这套东西 完全是根据宪法来的 好 下一个题目 心头壳 邱佩文 总统你好 我是心头壳记者邱佩文 就是想要问一下 之前马席会的时候 我方有送陆方一个蓝雀的瓷器 那陆方是回送刘大为的画作 那那个画作有没有规划什么时候公开 那内容是什么 上面有没有提什么字 他说我们的画者 对 他是两个大陆的画家 我今天才看到 好 一个叫做什么大为 两个叫做好像就是山水 刚刚他们才拉起来好大一张画 那我们会 你的问题是 他是问这个画作的内容 那我想我们后续再 就是讲 这是一个山水话 啊 有没有提字 没有 哦 提字好像是 好像是四个字 中华什么 没有 我那四个字都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的 好 我们会后再来做说明好不好 对对对 我早餐后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我们下一个 我下一个问题 ET Today 赖余真 总统你好 我是ET Today 赖余真 那没有九二共识论者啊 其实前总统李登辉也是起一 那他最近也强调说 他不承认台湾有九二共识 然后并且在 觉得总统应该要在 跟习近平先生握手的时候 就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他觉得台湾总统应该要勇敢一点 那总统你觉得自己在这次马锡会表现勇敢吗 还有更好的方面可以去改进吗 谢谢 谢谢他的建议啊 但是不可行 如果说我跟习先生见面了说 我是中华民国总统 他说他是登登登的主席 那时候怎么办 你们要怎么办 我们讲好了都不叫这个嘛 所以双方都采取务实而有弹性的做法 才能够见面 我们见面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在证明我们能见面 而是希望能够巩固和平 维持现状 李前总统他都忘记了 他在1992年8月1号 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讨论案 就是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 那个讨论案在他的才识下通过了 我参与这个起草 参与这个会议 他那个文字是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 就这样了 然后说我们的含义是什么 他们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吗 他跟胡锦涛先生 在2008年3月26号所说的 几乎是完全一样 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所赋予的意义有所不同 这不是就这意思吗 所以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压抑 你知道 这文字几乎都一样的 所以 这个 李先生总统 他已经否认很多年了 不过我看没什么效果 下一个题目 日经新闻山下合成先生 你好 我是日本人事集团山下达山下 すみません 日本語で すみません 総統がですね この前発表された談話の中で 中国が台湾にミサイルを向けていることが 野党が両岸関係を批判する口実となっている というような説明をされていたと思います この説明の仕方に対して 批判も起こっておりますし 外国人の我々が見ても ちょっとこういう表現はどうかな 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んですが こうした批判について 総統はどのように 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总统格尚 您好 我是日本经济新闻山下合成 就是有关于 就是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飞弹的部署 这个部分呢 之前就是似乎有说说 这个是 就是攻击 攻击两岸关系的一个借口 那这个说明呢 其实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包括我们媒体都觉得 这是有点问题的 那请问您要怎么样 来回应这个批评 它是指飞弹 飞弹部署的这个问题 他意思是说 就是之前就是有关于 飞弹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飞弹部署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野党的 是拿来攻击说是 其实会影响两岸关系的 就是一个在野党 拿来攻击两岸关系的一个借口 那就是这个说明的 其实也引起 国际媒体的一些争议 那想说请问一下 总统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争议 我在那个跟习先生谈话的时候 我有特别说明台湾的人民 对于安全与尊严的意义 特别关心 希望大陆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我也提到 不是只有飞弹 还有其他的部署 比如说我讲到朱日河的基地 各位都记得 他们把它布置得很像头冬府 我都有提出来 我说希望他们能够就这些问题 做出一些有善意 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 我们那天不是跟他谈判这个问题 是告诉他我们的关切 那他当初说 这个大陆的飞弹不是针对台湾 我后来也表示这看法 我没办法满意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会继续谈下去 但是至少自有史以来 中华民国的总统 以领导人的身份 正式地向他表明了 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让我们往后可以不断地去追踪 去了解他们在这个议题上 有没有做任何改善的措施 我想我能够做到这一点 让我们往后还有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根据 下一个题目 UDN TV黄韵诚 喂 总统您好 我是UDN TV 不好意思您刚刚一直提到说 美方是高度肯定这个马锡会 但是美方的实际动作 却是在南海派了两架的轰炸机 那是不是可以说 其实美方对马锡会不是那么满意 甚至有说是美方透露这个消息给美进党的 在一个礼拜之前 因为我的了解 他这个行动 基本上没有引起国际法上的问题 因为那几个岛礁 它的情况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我相信美国跟中共双方就这个议题呢 他们应该会有相当的自治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在这个议题上一直采取的看法 就是我在今年5月26号所公布的南海和平倡议 我们一方面呢 所有的国家 不一定只有南海附近的国家 都可以有权利去进行自由航行跟飞越 Free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这个是公海自由最重要的内涵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双方有争议的双方呢 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那我们提出来的构想呢 就怎么样能够搁置主权的争议 共同开发资源 然后我们希望 因为主权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但是资源是可以共享的 我们这一套理论呢 在东海跟日本签了台日渔月协议 就把主权的争议暂时搁置 而着重在资源的开发 化作了这个渔区 双方都可以打渔 现在渔获量是过去的好几倍 但是呢 争议降为零 这就是成果啊 所以各国对我们这样的作法 非常肯定 所以刚刚有位日本记者 有问到这个问题嘛 就是各自争议 然后呢共创双赢 那我相信他们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美国跟大陆 在这方面我觉得 应该是都了解这个问题 他们应该做的方法 第一次延长的十分钟已经到了 那我看现场还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在酌情延长 那这个 他们第一次提问的 我们左前方这位黄色背心的 是 请 总统您好 我是第一次来聚恒网记者赵小慧 有国际舆论认为说 习近平相较其他前任几个中共的党魁 对台湾的态度是相对温和友善的 放弃过去文攻武嚇的一个做法 那不知道这一次您面对面跟他接触之后 是不是对他也有同样的观察 请您谈一下您对习近平的一个观察 对台湾问题方面的态度 谢谢 我跟他谈了可以说前前后后 大概一两个小时 感觉到基本上他还坦率 然后弹性 而且在做决策的时候也相当的快速 那我们也希望他这些人格特质 能够反映到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发展当中 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前任 譬如说像胡锦涛先生 我们上任的时候是胡先生 担任领导人 一直到前几年才任满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我们签了23个协议 绝大部分是胡先生在任所签的 我觉得这些地方 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卸任的时候 特别那时候我以党主席的身份 去喊感谢他 对两岸关系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所采取的两岸政策 基本上是符合当年九二共识 所以他们在这些地方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跟我们达成共识 就是签协议 然后我们一路来 从12月开始签 签到现在23个了 其中大部分是跟胡先生 是在签的 但到了习先生还是继续可以签 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两岸关系的核心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 好 下一个题目 《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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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的认同 26.6%的不认同 我们从一开始 从1992年开始 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才需要弄一个九二共识 从最初 我们的看法就是在这里不同 为什么胡锦涛先生 跟小布希总统 他讲的 他说所谓九二共识 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他们的定义不同 就这样子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维持一个 第二个 你说我们排除两个中国 是我们不会主张两个中国 我们不会推动两个中国 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没有人质疑 我们当然这样主张 说他可能不同意 那他的主张我们也可能不同意 这就是我们的争议 对不对 这个争议二十几年来并没有解决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争议搁置 我在有这个争议的情况下 还能够签二十三个协议 为什么 就是求同存异 共创双赢 就这个原则 我刚刚讲到那个 刚刚那位记者 日本来的记者提到 他们也觉得你怎么搁置呢 我们跟日本钓鱼台的争议 我们也把这个争议搁置了 否则我们怎么去签渔业协议呢 它搁置的方法也不太困难 这台日渔业协议的第四条 有个条文说 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措施 不影响双方在海洋法上的主张 就解决了 这就叫做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嘛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真的蛮不容易的 因为如果有人意识不肯切割 主权跟渔权就做不成了 但是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的渔民可以去打鱼了 然后我们争议减少了 这对渔民有很大的帮助啊 我说刚开始大家一起 你要先解决主权问题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完了 可是这样的话 几十年都没有结果了 我们跟日本的协商 在李前总统时代 是五次渔业协议的谈判 陈前总统时代是十次谈判 我谈了一次以后 发现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 我们第二次就改了 第二次就成功了 所以这是我们四十年来 争议不断 可是能够在这次解决 双方都很高兴 渔民都很高兴 美国 澳洲都在称赞 这是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最好的方式 虽然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但是解决争议 还是同样一个原理 就是各自争议 求同存异 然后呢共创双赢 第二次延长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我们是不是最后再拿两个问题好不好 这就是蓝色衣服的这一位 总统你好 我是大纪元时报记者张宇才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中国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台湾人民要的是一个 民主法治 重视人权跟尊重信仰 这是言论自由的中国 这也是目前海外华人 还有一切所有中国人 想要的一个政治模式 可是这是在中国现在所没有的 那习近平是不是应该朝这方向推进 那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以及如何消弭台湾人民对这方面的疑虑 谢谢 台湾人民支持的当然是一个 自由民主 保障人权 遵守法治的中华民国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这个议题上一步都没有让过 我们主张的所谓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 当然就是这样的中华民国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跟大陆不同 所以我们把这个争议先搁置 其他的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 不管是食品安全 不管是观光路客来台 不管是共同打击犯罪 这个跟那个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可以先做 事有本末 物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中国人很早就讲这个话 对不对 所以两个政治实体之间 会有很多的争议 甚至于有时候会打仗 对不对 我们现在比我们老祖宗要更聪明 知道不必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我们有和平解决问题 和平的解决问题就是要谈 哪些是你的关键核心的议题 哪些不是 分开来 你找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跟日本谈出台日约约协议 为什么四十年来谈不出来 我们两年前可以谈出来 就这个道理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 这个灰色的西装的这位先生 总统 TVBS新闻记者 我是许代轩 我想问就是说 因为其实还是国际议论 还是就强调说 马锡会其实时间点上 在一个南海比较紧张的情况上举办 那会不会释出一个错误的讯息 比如说我们选边站的 甚至我们将来在跟其他周边国家谈的时候 甚至跟美国的立场上 在谈判上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好像有选边站这样的疑虑 谢谢 对不起 我们也听懂 你说选边站是谁选边 我们要选 哪边 你说好像是我们在大陆跟美国之间选的大陆 那我们跟美国买武器就选了美国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们跟大陆 跟我们和美国 这关系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大陆之间 只不过是 在过去还曾经兵戎相见过 那我们要想把 在过去武装 对立 冲突的情况 把它减缓 逐渐的减少这个争议 只有靠不断的谈啊 以前我们没有跟他谈 我们也不晓得哪些问题可以解决 这样我们现在谈了这么多年 我上任以来七年半 签了二十三个协议 不见得每一个都跟这个有关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是以和平为基础的协议 那我们进一步的来谈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 1992年 我们当初没有解决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至少呢 先把它争议各自嘛 然后找我们能够签的部分来讨论嘛 这事实上是做得到的 所以你要求同存异 你一天到晚说 哎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就不解决了 那也不行嘛 所以我想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就是呢 第一个 求同存异 各自争议 然后 这个 共创双赢 那我们在这个原则底下 你看这七年半走过来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否则怎么做得到呢 你比如说像我们跟大陆谈 共同打击犯罪 跟司法互助协议 这个协议 涉及到司法权 这个也是主权的一部分啊 如果说大家关于主权的定义 还有争议的话 那怎么谈呢 可是 今天双方诈骗案件 叫我们人民痛苦得不得了 你不处理吗 我们在没有跟大陆合作之前 这些诈骗人跑到大陆去 我们一筹莫战 等到一开始共同打击犯罪之后 他不但跑到大陆可以抓回来 他跑到东南亚也可以抓回来 我们诈骗案件少了一半啊 损失金额少了八成啊 这不是合作怎么做得到呢 大陆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呢 因为刚开始 台湾的诈骗犯骗台湾人 跑到大陆去后 在大陆打电话 还是骗台湾人 不过他们后来开始骗大陆 大陆觉得这问题很严重了 结果我们合作起来 就达到非常好的成果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我们不是只做生意 不是只是谈这种钱 事实上这种犯罪问题的减少 对台湾来讲很重要啊 以前做不到 现在做到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抓这些罪犯 跟主权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但是不必变成障碍 我觉得用这样的态度的话 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最核心的问题 一下子还没办法解决 可是我们可以暂时搁置 让它不要影响到 其他事情的进行 今天的记者会历时超过75分钟 一共回答了25个问题 那所以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 我这边宣布记者会到这边结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顺便跟各位报告 刚刚我讲的陆委会的民调 已经公布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